这个就是我们正在考虑的问题。 如果能够做,我看我们不应该排除任何可能性,因为我们不知道情况会怎样。 如果我们像英国这样,说全国完全锁下来,没有一个人能够出走, 那你要组织任何事情,包括选举都很不容易。 但是如果我们经济还能够大致上正常运作,大家还能够办公、工作、组织事情。 虽然我们不能够大主人聚集在一起,但是我们还能够把事情办得来。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,不是理想的,但是如果需要的话,那我们可能不得已也必须采取适当的办法, 调整我们通常举行选举的方式,调整我们的选举方式。 现在有互联网,我们有公众媒体,我看大家传播讯息是很方便的。 所以我看这是可以做得到的事情。 其实你看其他国家在这种情况下,也曾经举行过选举。 以色列举行了全国性的国会选举。 美国的第一次选举,有些他们没有举行,但是有好些州还是继续举行。 所以这些是办得到可以解决的问题。